让我一点时间分享一下 你看啊,做演员蛮辛苦的 你们相信吗?相信 你们以前看过我演戏吗? 有哦,和现在有变道吗? 有! 很好,真善良,谢谢你们 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谢谢你们 没有变道啊 拍谁啊? 我希望十年后有机会见你们啊 还是你们有这句话给我 这个是我的精神的食量 能量的那个维他命来的 其实变得蛮多 我这里变得蛮多 这里变得蛮多 以前年轻的时候很有憧憬 很喜欢追女孩子 我这样说我是正常人 很喜欢跟女孩子沟通 沟通 可是我很害羞 我真的是很害羞的 以前的时候 那经过了一些的学习 然后在不小心的 大陆的演语圈 这叫很辛苦的道路呢 我才发现人生呢 其实呢 它的那个成长呢 在你学习表演的时候 它的成长路程会很快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因为一天里面呢 有时候我可以经历喜怒哀乐 一下子 等一下 你差我钱何时给啊 大哥 我没有钱啊 摸摸摸手 你猜 你在赔钱啊? 你看 就一个人啊 在一家里面能经历这样的事情吗 人家说什么 简单称为 Soft 有精神问题啊 因为我们是演员 所以一定要很多时候 要训练 训练我们自己 挑战我们自己 每天早上我起来都照镜子 你们照镜子吗? 有 为什么照镜子? 刷牙洗脸啊 刷牙洗脸啊 哪怕哪怕 还有呢? 梳头发 可是我照镜子 你知道什么啊? 我照镜子 就是练习我的表情啊 练习表情 有时候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开心 哈哈哈哈 有时候很烦恼 烦恼 哈哈 有时候很悲哀 悲哀 这个诗 急死扰不出的感觉 哈哈哈哈 也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吧 我这个太大了 你知道吗? 我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 等一下我们要讲什么 要沟通一下好了 等一下我怕我会反应过来 反应不过来那怎么办? 我是叫你放松 你放松会让大家很开心 让他的表演多好啊 他没有经过表演的训练 所以他也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要 因为他的能量存在 很容易被好的能量吸引着 很容易融入 融入正的能量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跟自己说什么 今天 我是可以的 对 今天会更好 不要把烦恼 留给明天 要把快乐 把你们所要的东西 留给今天 啊不是明天哦 对不对 每一天都是 新的开始 所以每一天都要充满 希望 对 每一天都要充满 能量 对不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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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